我們現在帶來看看這台 童哥勞嘴爐 而且童哥說這台連看小超都不用 對對對 這台其實真的如鼠家爭 因為這台是法律第一台 掛法律名字的V6引擎 六缸引擎 所以這台在歷史上實際上是真正有歷史地位 而且呢 它也是最新世代的油電車型 對 它是插電式油電車 但是它是中後製的汽油引擎 沒錯 沒錯 而且其實這兩個加起來 縱效馬力嚇到吃熟熟 真的 因為大家想說六缸嘛 六缸幾匹馬力大家猜一下 對 先講一下 因為以前我們都是習慣法律18缸啊 12缸 對 不要6缸5L 想說6缸對展 對 我剛剛看到數字啊 我覺得很頂天 因為以6缸來講真的就是頂天的 power 沒錯 其實它比法拉力的V12引擎馬力還大 它的縱效馬力還大 所以其實這一點我覺得就是 法拉力說到做到 他說這台車是可以掛上法拉力牌子的V6引擎 那這部車呢 它的縱效馬力是830匹 對 830CV喔 意大利人 算830CV 你就知道它不是一台簡簡單單的V6而已 對 而且它在業內沒對手 對 這是很重要的 就是說它推出了這顆引擎 這個動力 但是呢 它真的是讓大家疊破眼鏡 因為大家就覺得說 它是想要在F8 Tributo之下嗎 還是它想要對不對 補齊這個為了省油做出犧牲 法拉力為什麼要做省油這件事啊 我覺得不需要對不對 對 實際上它是 把SF90 這1000匹馬力的油電混合 下放到我們 我們都買不起 下放到我們 就是標準車型 所以基本上F8 Tributo跟296 GDB 是會一起銷售的 其實我們看它的引擎的構造 跟裡面的配置 其實是相類似的 只是放法稍微不一樣 然後它有一個優勢喔 我覺得如果 你人生第一次要進階超跑 它現在售價跟它的配置 都離我們人生更近一點 這是我剛剛講 另外一個優勢就是這個級距 你要買超跑 軸距最短最短 有點不會有開車障礙的 2600mm的軸距 2600mm的什麼概念 是比一台喜美的軸距還短 超小 比一台Lancer 都還短的軸距 太誇張了 但是它給你什麼 它實際上 為什麼要做這樣的事情 因為 它比F8 Tributo 短5公分的軸距 為什麼 通常我們都希望 越長的軸距越好 對 但是它因為 搭配了V6的引擎 所以呢 它希望它有更 像高卡一樣的操控樂趣 所以我可以幻想 我開這台車 就像開大一點的高卡 然後非常靈敏 對 輕巧輕盈 所以它不是 只是給你大馬力 它也給你更好 更多的樂趣 我們這樣 讓車露出來 因為剛剛老塞 彤哥跟我說 這台車每個地方 都是學問 它不是 它不會憑空的 放了一個東西 就像我剛剛一看到這裡 有個茶盤 對 這個茶盤在這邊 這裡這裡 茶盤在中間 看到沒有 對 它這個都是 在在的利用 這個下壓力 跟空氣力學設計 因為通常 我們這邊 可能就是把它封起來 或者這邊挖個口 對 但是呢 它就增加這個 這個茶盤 讓它 在這個前面的 空氣力學呢 可以搭 對應到後面 因為後面 有更多的 主動式空氣力學 好 那包括它的側邊 這邊的AirPlay 其實我們在一般 很多量型車 都已經有設計 但是它這個 這邊也是有一樣 就是為了讓側面 有更好的空氣力學 所以除了下壓力以外 側邊的空氣力學 也要控制 包括這邊 我們畫面看一下 李一桐先生為了跟大家講解 他現在是等下 也會下來 包括這裡的進氣 對煞車的進氣 這樣子呢 好處是 我們以前煞車在這邊 進氣 在下面 那這樣子的話 你的空氣力學在下面 就必須被犧牲掉 所以它基本上 就像 保時捷的這種 GT3RS G2RS 從這邊來進氣 去冷卻 不管是煞車 或這邊是冷卻 水冷 但是呢 提供更多的空間 讓下壓力 可以有更好的發揮 我連老前輩 我的偶像頭都跪了 那我也要跟著跪 就是要移跪 對 剛剛說它擦盤 就是下壓力的表現 然後前面前端的這個前端板 它也有 在你急速的時候 增加下壓力 對 對 同時也是水箱散熱的地方 也可以在做散熱 對 而且它的下壓力 還可以強化它的煞車 跟引擎 就是散熱 那個是在後面 在後面 車頭 側氣連呢 因為側氣連 它就讓你空氣很順利的 直接倒影 到車輪 這邊進來 這邊出來 灌風過去 對 好 側氣這地方 那這個車燈呢 也是最新的設計 之前我們覺得 反而立的車燈都是往上延伸 對 但是它們現在已經走新的設計裡面 是往側邊 對 所以這也跟之前的不一樣 就新世代的設計 直接往上燒斜 設計感不足 現在是斜的往上 像是我的鳳眼 噴 像是我的小眼 它眼睛流大 就是有那種設計感 然後我們剛剛說 撞風面直接 風就直接帶到我們輪胎 然後就幫助我們的煞車 沒錯 那我們剛剛不是說 這部車從總部來嗎 對 所以這一邊卡蹦一定是選的 謝謝大家